歡迎收看每日支點新聞 政府修例父權醫務衛生局局長 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廢除免針止 今天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同日生效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某根據修訂條例 分別宣告由7名註冊醫生發出的免針止全部失效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某表示 今次並非權力的問題而是責任 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需要依法辦事 有足夠法律基礎承擔責任去執法 因此今次事件反映政府對市民健康的重視 在抗疫上面繼續承擔責任 被問到政府是不是輸打贏要 以及在輸了官司之後就修例 會否影響管子威信 盧寵某強調 有關法例訂立的初心 就是給予政府有足夠的權力去承擔責任 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交追加撥款條例草案 尋求批准7個開支總目的額外支出 總數約為351億元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 需要追加最多撥款的為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合共超過268億元 原因為注資防疫抗疫基金的額外現金流 食物及衛生局需要追加撥款約16億元 用來支付社區檢測中心以及流動採養站延續運作的費用 另外政府也追撥向創新和科技基金和獎券基金主資的62億 其餘追加撥款的部門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近2億9千萬元 容易承擔海洋公園非經常開支撥款 以及提升香港濕地公園的設施 懲教署及香港電台就分別為落實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以及報導及直播國際和全國體育活動 分別追加撥款約3千7百萬元和780萬元 正在沙達阿拉伯訪問的財政司司長陳茅波 在當地舉行的第六屆美來投資倡議大會論壇上支持 他表示國家將一國兩制作為治理體系的部分 香港在國家支持下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堅實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形容香港的前景十分兩例 陳茅波表示香港會繼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同時和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城市在創科等領域優勢互保 他表示特區政府正採取更主動的策略 積極研纜企業人才 推動經濟更好、更多元發展 並說明香港科學為本精準的防疫政策 在立法會會議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 今年首三季的詐騙案有19,444宗 較去年同期上升39.7% 涉及超過33億元 當中超過七成 和電話騙案有關 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今年首三季 已經判指超過400宗騙案受害人回出款項 並攔截了近10億元的騙款 瓦解了多個詐騙集團 拘捕超過650人 涉款大約14億元 鄧炳強表示 保安局正和通訊事務局管理局 和各大電訊商協作 堵截證實為詐騙的來電 將高度可疑的來電加上標示 現時所有來自海外的電話號碼之前 也都加上了加號 令市民容易識別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表示 施政報告當中提出設立的18區關外隊 是一支長期服務的隊伍 由地區專員統籌 和現時區議會沒有重屬關係 她又說 關外隊會願意和律政司合作、推廣 普及法治教育 被問到關外隊的工作會否與目前區議會 角色重疊 麥美娟說兩者角色沒有重疊也沒有重屬關係 外照《基本法》 區議會是非政權性的區域諮詢組織 關外隊則是凌聚的力量 並長期為當區服務 尤其當有大事的時候可以動員人手 施政報告提出未來5年推出3萬個 簡約公屋的單位 預計明年動工興建 首批1,000個單位在2024至2025年度入貨 訪問局局長何永賢表示 會在首個簡約公屋項目接近落成時 主動去信已經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人士 邀請他們提出申請 編配時會考慮申請人在輪候冊上的位置 以家庭優先 同時會視乎他們居住環境的惡劣程度 何永賢表示 非常不希望入住簡約公屋的人士 最終會返回劏房等不適切的居所 他相信租戶在5年的租住期內 很大機會已經上樓 但如果個別項目結束時 仍未獲偏配傳統公屋 當局會盡力協助遷往其他項目 但強調最終選擇權在於融護 轉看看國際消息 俄烏互互指責對方使用安裝彈 歐美民眾對戰時的態度轉變 局勢會如何發展呢 一起和巴士的步的評論員Anthony聊聊 Anthony你好 大家好 俄羅斯、烏克蘭互相使責對方 使用康裝彈或者核武器的風波 終於現在鬧到聯合國 俄羅斯計劃在25日舉行的 聯合國安理會閉門會議上面提出 關於烏克蘭計劃發動康裝彈襲擊的問題 俄媒引用他們本國軍方人士和核專家的說話說 烏克蘭製造康彈的工作已經是處於最後的階段 並指英國可能向烏克蘭提供了裂變的材料 甚至是一枚小型的戰術核武器 烏克蘭政府斷言否認 俄羅斯的指控是無稽 並邀請國際核查人員對可疑的設施進行核查 而美英法三國在24日罕見地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指責俄羅斯製造康彈的故事作為升級局勢的藉口 在雙方裝彈爭執不下的情況 西方團結支持烏克蘭的決心再次出現動搖的信號 24日 30名美國民主黨議員聯名自信總統拜登 呼籲美國直接與俄羅斯進行談判 促進俄烏停火 這是拜登所在的政黨重要成員第一次 東出他改變對烏克蘭問題的態度 根據俄羅斯消息報25日報道 俄羅斯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在當日討論烏克蘭 準備使用裝彈進行挑釁的問題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 列邊賈24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呼籲盡一切努力防止這一宗令人發指的罪行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和大量居民的傷亡 信中這樣說 莫斯科將基庫政權使用裝彈視為核恐怖襲擊主義 而且說這一種挑釁可能是烏克蘭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進行的 根據今天俄羅斯電視台25日報道 俄羅斯國防部三房部隊司令基里洛夫中將警告說 一旦烏克蘭引爆裝彈 放射性同位數將會在大喜中擴散 可以去到1500公里 可能覆蓋到波蘭 他說烏克蘭製造裝彈的工作是處於最後的階段 而俄羅斯國防部已經準備好部隊和能力 應對放射性的污染 俄羅斯核專家安皮諾哥夫說 最近英國給烏克蘭提供的水下潛航器 表面上是為了清理水雷 實際上可以攜帶裝彈的武器 另外他認為英國還可能向烏克蘭提供了裂變的材料 甚至是一枚小型的戰術核武器 烏克蘭當局斷言否認俄羅斯的指控 在25日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在推特上說 他預計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專家很快就會抵達烏克蘭 並證明烏克蘭既沒有裝彈也沒有開發裝彈的計劃 他說烏克蘭能夠挫敗俄羅斯這些裝彈重要的活動 路透社25日也這麼說 他說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 證實已經接到烏方的要求 將會在未來幾天派核查人員到烏克蘭 根據皮油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美國公眾對烏克蘭的支持正在減弱 認為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過多受訪者的比例 從今年3月的7%激增到9月的20% 不能夠接受烏克蘭失敗的美國人的比例 從5月的55%下跌到9月的38% 德國新聞電視台25日也報告 至到現在為止 美國國會一直以多數票批准對烏克蘭的援助 但這個情況可能會在中期選舉之後改變 而其他北約國家需要的面對後果是什麼呢? 儘管在能源危機、通貨膨脹和潛在的衰退情形之下 他們都不得不在財務上挺身而出去支持烏克蘭 即是說他們很難向烏克蘭解釋 為何團結已經達到極限 根據德國電視台24日的報導 德國政府對於俄羅斯的政策也引發了爭論 根據民調顯示 60%的德國人希望在俄羅斯衝突上 採取更多的外交舉措 德國薩克森州的州長克雷奇麥 他就這樣說 他說德國應該聯合歐盟、美國、中國、印度、日本這些國家 一起推動通過談判去解決問題 他說這場戰爭是必須要停止的 謝謝Anthony 國際美國政府週二證實已經接到俄羅斯的通知 指俄羅斯將會進行核能力演習 俄羅斯近日指責烏克蘭準備使用安裝彈發動襲擊 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反指 企圖製造藉口將軍事行動升級 俄羅斯在這個時候進行核能力演習 格外敏感 總統拜登同一日再度警告俄羅斯不要動用核武 又指如果普京政府將戰事升級的話 將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英國新任首相新委成公佈內閣名單 財商、侯俊偉、外商、其贊名以及國防大臣華禮市留任 南韜文再度入國擔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 日前辭職的柏匪文再度擔任內政大臣 新委成的盟友夏博斯擔任商業大臣 前威爾士事務大臣夏世文擔任保守黨的黨鞭 未能取得足夠提名日集 競選黨魁的莫佩林繼續擔任下議院的領袖 新委成早前就任首相之後 在唐寧街首相府外發表講話 他說英國面臨巨大經濟危機 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穩定經濟、恢復信心 他會糾正前首相卓惟思一些錯誤 又說會用行動而不是語言來團結國家 今天的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 給我們高校 省著名電属 中心清寓 緊急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